孩子失踪是所有父母心里的痛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是出现了新的协寻方法 那就是图样艺术家把失踪儿的脸 就直接画在墙上 让更多路过人可以看到讯息 希望帮助家属得到蛛丝马鸡 让离散的家庭能朝日团聚 阿根廷北部小镇图库曼的少女 戴安娜贾西亚跟邻居外出购物 从此再也没有消息 家人怀疑戴安娜被拐卖给卖淫集团 在她失踪满一周年的日子 跟其他失踪儿家属上街游行 宣誓永不放弃 最近戴安娜的脸化为巨大的彩绘涂鸦 跟其他多个失踪儿的脸孔 陆续出现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 共同特色是深深凝望的眼神 以及明显的联络方式 希望在人来人往的街区 多一点人看到并且分享协寻讯息 这是阿根廷失踪儿童协会 跟一家广告公司合作的活动 获得很热烈的回响 许多失踪儿的父母主动上门 要求把自己的孩子也画上去 还有很多街头艺术家主动参与帮忙 阿根廷当局去年共接获2571起未成年人 失踪报案 至今还有一千一百五十四人没被巡获 他们的年纪都落在13到17岁之间 其中又与女孩为大多数 壁画活动将会继续推行 希望墙上一双双渴望回家的眼神 能为他们争取到更多机会 记者十五中报道 两个赁い赁 是否就已经开了 100年的 factories 然后再向往还与